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在分开的时候才会知道 曾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想你 变变得苍蝇变得像你 有你 算跟孤劳也熬过去 你虽然很感性还在一起 高城 你看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新的吊顶啊 师姐 我觉得咱们拼的资金挺紧的 我建议啊 咱们还是剪装修重装设 这样第一呢 可以缓解咱们的资金压力 第二呢 万一有个什么变化 咱们也不至于太心疼 你说呢 但我这只是个建议 不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就要你说的办嘛 做生意啊 我实在是个外行 我觉得你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我不忍心看你那一辈子抱着 这家服装店就交给你了 以后我和贝贝就只能着你过好日子嘛 你别辜负我呢 放心 师姐 我绝对你 大静啊 来啊 我来看看你们时候开始开的 快了 方大静 你身体不好 方大静 你身体不好 方大静 你身体不好 方大静 你跟我说吧 太谢谢你了 怎么说少不了麻烦你了 你们这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老远我都听见了 师姐 听你齐齐说 服装店要开业 我们过来凑凑热闹 是啊 高成 往后你可要多帮帮时勤 是 是 时勤走到今天不容易 你可别丁感谢混事了 高成 你可真是个福气人啊 能找着时勤这么好的老婆 那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 我到父亲去哪儿不得哪儿 好 你去忙吧 师姐 需要帮忙的地方跟大妈说 千万别客气 艾珠 我昨天听疯大妈说 说你们贼远抓姐姐了 差没抓成差让人 那个你们抓老 是吗 我说你这个疯大妈 你怎么也不找个教训呢 这没命的事 非让你输出点事 我看您哪 明天搬个小板子 您坐在街上 说不清出去算了你 我跟你们说啊 大伙儿莉莉来 谁不准提这个事 行行行 开心哪 行 阿姨早 阿姨早 你们好 你这上班去啊 是 晚上就去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快信 那你先去 我去买份报纸好吧 嗯 拜拜 一会儿见 你看看 我说的没错吧 成天地打扮得 跟那个小妖精似的 你们还说呀 你说这姑娘家 是不是缺钱买布 还是怎么着 这穿衣服 怎么总是短着半截你说 就是 你吃药了吗 吃了吃了 你放心吧 来 来 你要吃完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这样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一会儿去给你买啊 别买了 这 这一瓶挺贵的 再一个吃了效果 也不是很明显 别浪费那钱了 这个钱啊 咱不能省 就你这身体 咱们以后怎么开服装店啊 要是能给你换个肾就好了 诶 施心姐 肾呢 没有 小魔头 倒是有一个 你要不要... 你这个死丫头 什么事都没正经 还不去上班去啊 找什么乱了 我是来买杂质的 这就是姐夫吧 你好 我叫小琪 我叫高成 你要什么杂志 我要一份时装周刊 那就这个 这个 谢谢 是啊 以后咱们服装店 就可以根据这服装杂志上的 这个流行趋势来进货 石金姐 你们要做自己的服装店吗 是啊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外行 问我呀 我建议你们呀 千万不要跟什么潮流 一定要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你是说 做品牌啊 那可能是问题太多了吧 我们考虑过 你们呀 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 我是说 卖自己设计和制作的服装 这样呢 既不用费力地去跟流行的尾巴 也不会花费太多的资金 而且呢 富久的将来 就可以树立起 自己独一无二的品牌了 你说这个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可是这服装设计师从哪找啊 远在天边 尽在眼前呢 你 我怎么不行啊 我可是正经 正经业余时间学过的 我看你呀 还是好好做你的小护士吧 我 石青姐 我想问问你 你们那服装店什么时候开业啊 护士 麻烦您先给我爸把点滴打上 待会我来接他 小齐 先付老人亲这条件 爸 待会我来接您啊 哦 麻烦您了 徐先生姐 那我一会回来接着跟你说啊 来 来 咱们往这边走啊 慢点 您先住在这儿吧 您先住在这儿吧 嗯 小齐啊 我想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再见 石青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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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爷 真对不起 我要赶时间 我现在呢 想出一个又快又舒服的办法来帮你 好不好 好好好 好闺女 知道心疼老人 客气客气 哎 哎 副使长 石青姐呢 石青姐呢 不是小姐 我爸爸在哪打点滴啊 在里屋呢 已经打完了 有了 真挺快啊 这怎么回事儿 这太不像话了 我要投诉你们 怎么搞的嘛 你们怎么能让我爸爸把这个给喝了呢 这明明是往胳膊里打的东西嘛 我爸爸本来就有庆位的老年痴呆 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嘛 先生 你们院长呢 我找你们领导 先生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让我们把事情了解清楚再说好吗 小琪 这怎么回事儿 先生 对不起啊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是我让他喝的 我想反正一个是胃吸收 一个是血液吸收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这样老爷爷也不用那么痛苦了 你 周大夫 这就是您从名牌学校介绍来的高材生 我没的可说了 您看着办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死不了人 大不了都上几次厕所好了 你说什么 还好啊 那吊液里百分之九十是葡萄糖 悲出什么大事儿 否则追究你啊 我是怎么教你的呀 护士学校怎么教你的 你哪是一个护士 你简直是个杀手啊你 我根本就没上护校 你说什么 因为我根本就没上护校 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就自动退学了 我报的服装学院 学时装设计 你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这个事情不出来 你打算瞒我多久 我本来是想告诉您的 可是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机会 什么都没有机会 你总小主意就打 好 我管不了你 我也不再管你 你全体 当我这个父亲不存在了 是您一直都当我不存在 您但凡关心我的话 在我上学这段时间 您给我打一个电话 您就不会不知道 如果您当初不擅自给我报护校 您问问我心里想做什么 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事发生 不是我主意大 是我只能靠我自己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喜欢做护士 我喜欢服装设计 你也许我们之间沟通的太少 这根本就不是沟通的问题 是理解 好 呦 真是稀客啊 早就听说你回幸福街了 不过总是神龙见首不见了 你还玩的 我不一直都那样吗 好了帮我拿点酒啊 好 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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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见人就直说呗 范娇这么肥兔 拿酒去 拿酒去 废话 那你 我怎么不吃 要不要吃 让你吃 怎么 有心事 这也是小孩话 这人长得心 那不就是为了小事 来来来 什么高兴不高兴啊 只要把酒喝到一定份上 什么不开心的事 那全都想通了 来 说得对 来 刚脱没劲 怎么样 来赌一把 赌就赌 谁怕谁 走 我玩这个时候 你还穿开灯裤呢 不见得吧 我也要玩 你添什么乱呢 好了啊 这是个危险游戏 少而不宜 干嘛老说我是小孩 我看我们俩年龄差不多 说不定 你还得跟我小哥哥呢 你听这话就是小孩话 我说的那是心理年龄 你呢 可能看上去有二十多岁 可是你在心智上 你只有十五岁 你知道吗 明白了吧 还不服气呢 这样好了 我呢 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心测试 都看好了啊 我看你 你 好 就会比张 要是 你 蓝色 白色和红色 期待想我就像哪种颜色 好 你先说吧 红色 你呢 蓝色 蓝色 好 现在你们两个都给我听好了 红色呢 是代表性的 这名方则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蓝色啊 代表纯情 那你说你是不是个小男生啊 不承认 什么呀 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 慢着慢着 那你说 我在你心里是什么颜色啊 绿色 绿色 那绿色什么意思啊 黄味 你别生气 他胡说八道呢 行了你 喝酒喝酒 喝酒来 哎 方子 我猜 丹丹她不会是你女朋友吧 嗯 这还能猜啊 哈哈哈哈 喂 做什么啊 哎 丹丹 赶快去拿出锯牌过来 我给你和帮主 算算您俩的缘分 真的 嗯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不想让我活呢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就算着玩玩就是了 哎 我可跟你说啊 这种东西呢 不信则有 无信则无 我倒无所谓 主要不是她 好了 这个呢 就是丹丹 这个呢 是帮子 啊 我们两个离这么远呢 你别担心 这个呢 就不就是玩玩罢了 这是代表今天的 明天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啊 真的啊 对对对 明天啊 就更远了 去去去去去 讨厌鬼 喂 哦 周大夫啊 小齐 他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有回来啊 哦 你别着急 他可能是去朋友家了 这样吧 等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电话 哎 开心点 那小齐上哪儿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啊 不知道 昨天他出完医疗事故 我就再也没有见他 哎呦 别不会想不开吧 啊 我去找找吧 喂 哎 沙特妈 小七个丽一宿黑鸟都没回来呀 大伙四处找他呢 哎呦 我着急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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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这么亮啊 哎呦 我看你睡得特别香 嗯 没忍心叫的 哎 他还睡着呢 那我先走了啊 给你钱 放这儿了 走了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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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呢 怎么回事啊 过过过过的 小七小七失踪了 怎么回事 快快 别走被说吧 哎 哎呀 哎呀小七你可回来了 你这一晚上没回来 把大伙子都担心死了 这周大夫一杂早早 可不叫我打电话 开心也出去找你去了 你赶紧拿 给周大夫打电话 旧部 让他急死好 哎 您这干嘛呢 这是我搬家以前的旧窗帘 挺好的东西 扔了吧可惜 留着吧也没用 哎 您前两天不是说 想买件新睡衣吗 那不是没舍得买吗 那旧的还能穿些日子呢 那您就不用买了 新睡衣啊 在这儿呢 莉莉 海中 你们看见小琪没有啊 幸福街这么大的地方 您让我们上哪儿去看看 您要是怕丢了 您倒是看好了呀 小琪不见 我昨天晚上说她两句 我怕这孩子 你怕什么呀 小琪这孩子挺坚强的 说两句怕什么呀 周围 周围 我觉得这孩子 在你的心里的位置 不一般呢 有件事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会给你抽时间解释清楚的 你解释什么呀 哪件事情你解释清楚过呢 走 好了没有啊 你看怎么样 不错嘛 小琪啊 真没想到 你还有这两个下子呢 有块给我们家智高也再坐一趟 行 没问题 小事一周 顶楼上传来的 也不知道谁家的猫 叫了一晚上了 我最喜欢猫了 一听这肯定是只小猫 而且声音还挺悲的 不行我得赶上去救他 你不能去 哎呀 你不能去 爸 你是不是也在找小琪啊 是啊 我们找了一个上午 连个人影也没有 周大夫 你最了解他了 他不会因为昨天医院的事情 想不开吧 不会的 不会的 哎呀哎呀 艾珠 艾珠怎么了 快来怎么了 不好了 要出大事了 有一个姑娘她要跳楼 是不是小琪啊 哎 我没看清楚啊 走 咱们快看 莉莉 走 走 走 快停啊 你快下来 孩子那个前半瓶想不开啊 是爸爸不对 你别吓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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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伟 怎么回事儿 她是你女儿 回头再解释 我来救你啊 这 哎 哎呀 毛毛 别怕啊 小礼啊 别乱动啊 我来救你啊 周中和阿叔 我救了这小猫猫 你别乱动 妈 爸 你怎么样 你说怎么样 我现在这副样子 你是不是很高兴 真的对不起爸 我没想到您会那么奋不顾身的去救我 如果您救的不是我 那我肯定写封表演信贴在幸福街了 少来这一套 以后耍工者麻烦就是 我保证 我保证 你别看了 我妈没来 她是不是生气了 这个你得问她 哥 你 爸 我去开车 你当心点 神气什么呢你 爸 你没事吧 咱慢点 爸 你进来吧 妈 我们回来了 李阿姨 莉莉啊 莉莉 你听我解释 那是我女儿 既然是你女儿 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的呀 没有这遮掩的意义 这里边有些话 我才容易说什么 爸 我听你说啊 是这样的阿姨 因为呢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小夕 那你说 你弄不清 这里边真的有很多缘故 我一试还真说不清楚 我 哎呦 爸 你笨死了你快 我来我来 阿姨 因为我身上不是她的女儿 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脑筋急转弯 你好好催催 小琪 别胡闹 行了 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 就不要在我面前表演了好不好 莉莉 阿姨 我说 我说 确切地说 她是我杨女 杨女 岁月如风 穿过霓虹 多少年 才能人海相逢 相逢的人 在分开的时候 才会知道 曾拥有爱 已经感到很幸福 哦 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哦 想你 天边的岑 变得像你 有你 虽然孤劳也熬过去 但虽然分开 心还在一起